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再往下看就是 增山改表结构 增山改表结构 首先这个操作 它一般很少用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表的结构不满意了 我们可能才会使用增山改表结构的操作 你比如说现在这张表里面有两个字段 但是我们发现后期开发的时候 这两个字段不够 我们可以加一个字段 或者说这个字段 我们根本就动不着可以删掉 这个字段的长度 它给定十个长度 我想改一改 这都是可以做的 比如我再创建一张表 来 shop table t下发现student 我再把这张表删掉 如果说这张表是存在的话 如果存在创建一张表 create table 这张表t下发现student这张表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在这加上去number 加上去name 然后把char 来这个是char吧 印的去已经 给它学长度 接下来把char咱们给上去三二长度 然后我们把它创建出来 之后 我在这边上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粘贴过来 然后执行 tesc下发现student 看一看 这张表number和name 两个字段 然后我想再加一个 比如说加一个联系电话 我想加一个字段 怎么加 我想加个联系电话字段 我一执行 最后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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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的话 干什么呀 给它 查出来看一看 给 替下发现student的表格 添加一个联系电话 试试 怎么加 把表扇了 再重新见 太聪明了 可以 完全可以 这种方式也行 outher table student outher table 修改表 后面跟上表明 爱的添加 添加什么 字段 你比如说 我们来加一下 outher table outher table t student 然后呢 啊 add add 一个telephone 行吧 然后 vach 数据类型 电话后面给上 三十个 够了吗 给上十个吧 outher table t 下方式 add t 10个 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过来之后 咱们执行 des t 下方式 大家看看 里边是应该多了一个段 是吧 现在我想改一改 这个段 十个太短了 我想改成 二十个长度 给student的表 添加一个连续电话字段 这样添加 我要是将什么呢 将地下 好像student的表格中的什么呢 这个telephone字段 长度 扩展到二十个长度 这属于什么 增 改 是吧 改一下 怎么改 update 听下这个修改 modify modify后边跟上什么 这个名称啊 来 改一下 跟上面一样的啊 outher table t student modify modify 修改 telephone vata 等上 二十个长度 来 再来来 dst student 二十个长度 是吧 那么接下来 继续 我们将啊 t下团的 student 表格中的 表格中的 telephone 字段 删除 outher table t什么 student draw 需要加column 字段吗 我们直接写上 telephone 行吧 试一下 来 拿过来 行不行 dst 什么 student 看一下 是不是没了 这个改成 draw 增山改表的结构 我就是说这么多 这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这个 不是特别的重要 不是特别的重要 就像刚才 这位同学所说的 实在不能把表 拌掉在同一件 但一般情况 我们在初期设计的时候 都是很谨慎的 你后期的话 再去改改的结构 那是很麻烦的